邻居的农场主又买了一个新的农用机械 现在开在我们门口 在里面买东西呢 他现在就在我们店里面呢 他需要买一个砂板 他需要加入一下 所以说他在我们店里面等 其实就是这样 是我认为是最舒服的 就是说你不会说因为这个生意 你忙着你团团转 但是呢你又能就是对左林右舍 对这边的所有的来店里面的客人呢 能解决他们的午餐的问题 大家好我是查米 今天是2021年10月28号周四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多钟 也是生意不怎么很忙的这个时间 所以说我来外面给大家拍这段视频 主要聊什么呢 就是昨天我说我后面这块 就是产地把它拼整好了 把它拼整起来了 准备以后呢去建厂吧 然后很多朋友就是问我嘛 就是私信问我就是说 你这个低块的情况 买卖的一个情况怎么找的 其实呢到今天为止 我的律师呢都还没有把这个详细的明细啊 就是我们这次 这个土地交易跟这个房产的这些交易的这个明细呢 给到给我们 他说本周末会把这个所有的这些清单给到给我们 因为上个报税的 因为我们每个季度要报税嘛 上个报税的呢都已经就是没有递交 因为我们也是跟会计事务所去说 我说就是还是没有来这个就是 律师这边还没有去进行一个 就等于是一个结算嘛 所以说就是一直吹吹了他两次了 因为平时呢就是需要两个月左右吧 律师会给到你一个清单 这个是我们作为买主的这一方的 当然卖主的那一方的 其实第二天呢可能就会强调是转的一方 但是我们这边呢就是讲买方这边呢 就是要等这么久的时间 但是这个也是太久了 因为我们六月份嘛 现在都已经是十月底了 就是快五 就已经快五个月了 他还没有搞 没有搞好 所以说详细的这个资金的情况呢 我要过几天呢 可能要等下周嘛 他拿到以后 我下周再给大家分享 我就来说一下这块地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视频呢 就是我上周吧 得空在门口就是飞了一下无人机 这个地块呢是两亿亩大 两亿亩的面积就是十二亩的地 总共是八千个平方米 上面呢是有三栋建筑连在一起的 最左边这个就是餐馆 是两千年左右建的 到现在营运就是十九年了 二零零应该是二零零二年建的嘛 然后中间这个呢就是 它原来一直有的主体的一个建筑 就是一个便利店 这个便利店呢可能有四十年了吧 因为老店主一直就是在这个便利店里面 经营这家便利店 然后左右边这个细长的这一条呢 就是一个mobile home 就是这边时常有的就是在公路上面 大家看到拖到一栋很长的房子 就这种 它直接就是平整了一下土地以后呢 就是把一栋成品的一栋房屋呢 就摆在这个上面 这个可能也是有二十年左右吧 应该是跟左边这个餐馆差不多的这个世界 翻过来这边的 这就是我们买的这个商业地产上面的建筑物 就这三栋 大家看到这个再远方这个绿颜色的这个草坪呢 就是新建了这个化分制系统的渗透的这个管制 就是广路就在那个房间前天后可能花了一万块钱加币吧 大家现在看到的我站的这个身后这一块草地里面呢 其实就是有有一个水井 这个水井呢 就是供应我们整个的这个建筑物的这个水 就是通过井水 我们使用的是井水没有市政的用水 然后排屋呢 就是通过化分子去排屋 这个地块呢 这八千个平米呢 它的长度呢 是有七十多米长 然后这个深度呢 可能是有一百一十米左右 一百一十米吧 因为它后面就是一边短一点一边长一点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这这些地方呢 都是在正常营运的 所以说我们接手过来以后呢 就很方便了 只是就是把所有的东西 就是它那边注销 我们这边新成立啊 然后所有的检查什么东西 都比较顺利的就问 就能通过 拿到这个商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虚拨 大概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这些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再见